在漫威系列电影中饰演鹰眼的好莱坞男星 杰瑞米·雷娜今年初因为要救侄子 惨遭残血车拈过 当时他断了三十几根骨头 紧急送院治疗 因伤势严重 被迫卧床休养 甚至传出不休息个两年 很难恢复正常行动的消息 让无数影迷们心碎 不过杰瑞米·雷娜一直很努力进行復健 复原状况也比预期的快很多 由于他在新剧中的戏份很重 虽然影集的评价正反不一 但已经确定会拍摄第三季 因此身为男主角的杰瑞米·雷娜 是否能够归队成为关键问题 索性经过一整年的调养后 他终于确定回归拍摄 该剧女星艾玛·莱尔德 透过社群晒出了和杰瑞米同框的画面 他写到他发生了 而杰瑞米转发帖文的举动 则被看作是默认回归 让移民们激动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